大家看到6月6号乌克兰南部的卡霍夫卡水坝遭到炸毁 那么现在在赫尔松地区警告了 提醒居民警惕被洪水冲到下游的地雷 还有其他的危险物品 以及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表示 有部分的地雷还有未爆炸的弹药呢 是沿着这个蒂尼泊河漂浮 并且自发爆炸 所以很重要提醒民众不要靠近 以及路透社红石智慧也警告说 被冲向下游的地雷带的危险 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请教姚明哥 其实这个水坝到底谁炸了 现在都还是罗生门 现在都还是各说各话 但是毕竟它是俄罗斯占领区里面的水坝 那它被炸到底是为了阻止乌克兰 就俄罗斯要阻止乌克兰反攻 去瘫痪你的基础设施 还是这个乌克兰用攻击这个 然后嫁祸给俄罗斯 然后去营造出这个 对俄罗斯比较不利的风向 我觉得这个目前各种风向 这种讨论都有 那只是说我觉得人民是无辜的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说 在战争的时候 我们去想一件事情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 比如说翡翠水库被炸 下游的这些我们的民众 会发生什么事情 石门水库被炸 我们下游的民众 大汉西下游 这个基隆河可能都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哪一个水库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 预防这样的事情 那重点是如果到处被炸 是我们自己会炸吗 如果是在台湾发生的话 会是我们自己炸自己的水库吗 应该不会吧 难讲 台积电不是要配合美国人炸了 这炸了什么 很肯定的解放军不会炸台积电 也不会炸翡翠水库跟石门水库 放心 不符合他的战略目标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我们想细思极恐的地方 理论上不应该炸 但是美军会不会 理论上我们不应该炸 会啊 美军会啊 但是别人可能会拿这个当战略的目标 所以我说当今天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 反思 谁得力 谁在这一个后面的水患啊 也好或什么 谁得力 那这些所谓的被冲到下游的地雷啊 危险物品啊 或者说什么 还是他们其实在除雷 他们知道占领区有很多的地理 他们利用这个方式顺便除雷 那对谁有利 那问题就来了 反攻需要什么 需要战车 需要什么 所以会 这会不会是他们战略 安排的其中一步 那这个要看后续 如果乌克兰正有所谓的反攻 去打这个俄罗斯的占领区 那这一步 对他们的整体战略是有利还是不利 那我们就可以看这个 谁的嫌疑比较大 是 基辅说有这个截获了关键电话 似乎是两名男子用恶语讨论水坝被炸 所以用来证明说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破坏小组炸毁了大坝了 委员 乌克兰从头到头说谎话嘛 我觉得那个杨明兄讲的很对嘛 俄罗斯在那边搞了很多战壕 搞了很多农牙 搞了很多地雷 这水一冲通都没有了 而且这个地方又距离什么 克里米亚很近 对于乌克兰的战车要过去就太轻松了 已经不是问题了 以前还用头皮牺牲准备多少人 前段时间有四个装备驴 死了3000多人了 因为碰到这种又是战壕 又是龙牙又是地雷 又是炮兵攻击 现在洪水一冲没事啊 而且这一次被炸的地方是什么 是水闸门不是霸体 问问将军很清楚啊 用那个导弹要打水闸门比较容易啊 是 将军这个在战略上 我先讲地雷 因为我真的很有感 这次这个地雷被冲过去的地雷 就是我们台湾要买的布雷车铺的 真的啊 真的 那种地雷他丢进去 他最后买到地里面 那我跟你讲 我同学 我自己的同学 第一个阵亡的 魏国阵亡的 就是在金门踩到地雷 他为什么踩到地雷呢 就是跟这次完全一样 那个 我没有布雷图嘛 哪边有雷 哪边没雷 你说我们自己布的雷都知道 但因为海水这样退潮以后 那雷就飘走了 那我们会过去 去那边海边 他不知道那个雷已经飘过来 踩上去就没了 跟这个一样啊 已经都飘到海边去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 我们台湾自己要不要买布雷车 这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同学 然后亲自在金门就看到那个雷被潮水飘动 所以我们不知道布雷 雷布在什么地方 那所以很感慨啦 就是我们台湾自己要不要过这种事 另外我刚刚跟杨敏讲 我说如果说台湾 当然十分水湖跟这个肥水水湖不会被炸 但是我们自己会放水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共军在领口台地空降下来的话 他攻进台北他一定要过淡水河嘛 那你就是把放水下去以后 对他从这个领口海滩登陆上来 他要过淡水河 所以我就放水 然后让水变宽 对不对 你过不了河 增压你渡河的困难度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 我觉得杨敏讲的就很对你知道 就是我不需要 我台湾自己不要去炸 但是我可以自己把闸门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在辽宁舰的部分 未来可能也会持续再升级再发展 那么接下来看到央视最近释出了影片来研制 这是飞红97无人机的制弹舱 投放飞红酒链自杀无人机 那么所谓的飞红97呢 是歼20的隐形战机的中程辽机 它将会实现有人无人机的搭配编制 那么现在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廷也认为说 相较于美国的F35 F12 现役使用的拖翼式把机 在抗干扰七敌的能力上 那么能够跟着主战机来移动的飞红97 认为是会优秀很多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除了效果好很多之外 陆媒其实最近也就疲惹 歼20还会进行改装 未来也会搭配涡扇15跟发动机 跟飞红97的无人机 所以现在也有将军分析了 确实在未来 有人无人机的搭载编制上 会更加的灵活 请教将军 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所谓隐形战机 在战场上的一个功能 它主要扮演的角色 是一种踹门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 几次不管是不安战争或干嘛 美军他们一开始就先无人机进去 无人机进去 因为它雷达侦射不到它 它在空中的话 它就把你这些雷达战打掉 打掉之后后续紧接着 就是它大逼的这个战斗机 或者是轰炸机进来 那现在这种 歼20它发展的这个飞红97 我觉得像是踹门者 在前面的那种钥匙一样 它可以飞在 它是两个 千二十一定 飞这种无人机一定是 中程辽机一定是双座型的 前面那个飞行员 它飞的是自己本身的千二十 后面那个飞行员飞的就是 飞红97这种无人机 它可以飞在这个歼20前面 也就是说一旦 它在前面来讲的话 它本身也是无人机 飞红97也是无人机 它如果说没有发现到它 它歼20有人机在后面 它就很安全 它跟着它后面飞就很安全 但如果说一旦 它被雷达锁定发现之后 其实它自己本身 就可以发射反辐射飞弹 什么叫反辐射飞弹呢 就是说雷达锁定你之后 我射到你的雷达波以后 我发射一个飞弹 顺着雷达波打下来 把你这个打我的飞弹的雷达打掉 这叫反辐射 它专门追踪雷达波打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就可以确保千二十的安全 这是在攻击的时候 前线的时候 它可以飞在它前面 那如果说是在空战的时候 在空战比如说已经 敌人已经发现了 或者是说已经发现了 它另外一架飞机 等于我两架对你一架 对 那默契更够 你如果说飞弹打上来 我这个飞红97我过去拦截 就是拦截你这颗飞弹 等于说自我牺牲 来确保千二十的安全 但是我还有另一架 但是我还有另一架 对 我的歼20是安全的 那我用飞红97去拦截你的飞弹